謝家跟詹家之間的對立已經時隔多年了 最近因為奧運PK的事情又再次撫上檯面 奧運第一輪出賽就慘敗的詹家姐妹 也因為這些事情在網路上受到很多謾罵 還被做成許多的迷因梗圖 到底為什麼他們這麼被討厭呢? 我最近常常被問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就用一個網球圈內人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情 我等等會分析詹家他們被討厭的網路評論 以及一些真正的原因 然後做個整理給大家 但在開始之前呢 可以幫這個頻道按個讚 按個訂閱 那我們開始囉 這幾年你如果有在follow詹家跟謝家的這些事情的話呢 你應該會看到最多詹家被罵最慘的 就是搶很多資源 或跟網球協會串通 以至於用一些規則等方式去卡一些資源 像是贊助商 或是奧運陪伴員的通行證之類的 那其實對於一個剛起步的網球選手來講呢 贊助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像是我之前打職業賽 我出過兩個禮拜的花費呢 最低最低也要4萬 一個職業選手呢 一年差不多打20幾場比賽 一年下來光是比賽的這些費用呢 就80萬了 這些還不包含啊 教練 防務員訓練師等等的費用 這些東西加一加 一年可能至少都要200萬起跳 那在台灣的贊助商呢 其實也不是很多 大概就那幾家比較大的公司 還有網球協會給了一些補助 那如果今天像是網路評論這樣 一家人呢 把資源呢 都給搶了下來的話 那除非剩下的這些運動員 家裡條件非常好 非常有錢 否則根本不可能再繼續再打職業下去 你想想看 一個運動員20多歲出頭 出來打 一個月8萬 一年80萬 而且大部分的時間都被訓練佔去了 那他這些錢都要去哪裡升 幾乎都得靠贊助 那台灣這些年呢 到底有多少的潛力選手 因為這個階段沒有贊助 而選擇退出網球的殿堂 各位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今天網路上呢 有非常多的評論 就是在罵說 詹家他們搶了很多資源 那如果他們真的搶了 以至於說其他的選手 打不下去的話 那這種行為是會被討厭的 但詹家強的資源 到底真不真實 真實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網軍在帶風向 各位只能自己去思考思考 我之前有講過 中華民國的這些體育協會呢 這些掛中華民國的 這四個字的這些協會呢 絕大部分都是民間團體 不是政府 那如果今天你開了一個協會 然後大家支持了你的理念 有人捐錢進來 然後你拿這些錢去做事 那非常美好 去幫助你這個運動很棒 但是當你很多經費是從 納稅員的錢 從體育署 政府這樣撥款下來的時候呢 那分配上可能就有一些糾紛 這也是很多網友在罵詹家的第二點 跟協會穿通獲取資源 那協會訂了一些規則 款項怎麼分配 分配給誰等等的 這些都不是政府能夠好好監督的 這些都不是在政府的管轄範圍裡面 按照目前的法律 政府有點難監督到這種事情 那協會去做這些決定的時候呢 會不會偏袒到哪一方 又或者是說被誰的意見給左右 如果不是當事人呢 很難知道這些事情 那協會有沒有串通好讓詹家獲取資源 協會有沒有串通好詹家 來強勾資源啊 要回扣啊 卡資源啊 或者是做一些不公平的分配等等 說實在的 這些東西呢 可能要找一些議員去做調查 或者是要求政府弄個調查 才能夠真正的回答 我個人呢 也在之前協數位那個影片的時候有講過 我們政府啊 跟人民 需要一個更好的管道 來監督這些團體 但是呢 有一點不用太多調查 也就是詹家被討厭的第三點 我相信大家應該還記得2017年的四大運 那時候真的是全民瘋體育 連一些原本沒有在意體育的一些官員呢 都開始在意起來了 那那一次呢 詹家姊妹呢 他們拿了女雙的金牌 隨後呢 在5點鐘的一個四強賽裡面呢 大姐詹仰然呢 原本要配謝淑薇的弟弟 謝正鵬 去打這個四強賽 但是這個詹仰然呢 因為3點鐘的那場金牌戰 中暑 所以就退出了5點鐘那場比賽 那當天呢 就有很多人質疑說 詹家他們是不是故意不打這場比賽 用中暑來做一個藉口 那這件事情應該是發生在當時的8月28號 然後過幾天呢 台灣時間的8月31號呢 他們就被發現 已經到了美國紐約 在球場上練習 為了準備下一場 也就是四大蠻冠裡面的 美國公開賽 那這件事情呢 就讓更多人質疑說 他們是不是無心 要打這個四大運 還有人呢 拿他們跟戴智英比 說戴智英呢 為了四大運 放棄保護 他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地位 放棄出國 參加其他的羽球賽事 反而是留在台灣 打我們台灣的這個四大運 那很多人呢 就用這件事情來反觀詹家 認為他們更在意 美國公開賽 那這件事情呢 結合了過去的種種評論 跟傳承 造成了台灣人民 普遍對他們的肝管不佳 以至於參加呢 在這次東京奧運 第一輪出局之後呢 網路上就看到各種謾罵 還有像是這樣子 諷刺四大運 縱暑事件的 TOKYO HOT 等等的一些梗圖 那我個人覺得呢 對於這種參加的這種討厭呢 其實 很大一部分呢 來自於說 民眾對於這種 各個這種協會 或者是跟政府 對待體育的這種方式的不滿 在他們認為呢 參加的就是一個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顯示了這種貪官腐敗 那對於奧運的這些事情呢 還有PICA的這些事情呢 詹家姐妹這幾天 有在臉書發文 說 針對各種的揣測跟謾罵呢 他們正在收集相關的資料 跟證據 來澄清 那因為奧運的關係呢 他們希望民眾呢 可以把腳臉先放在 我們台灣的選手 先替他們加油打氣 等奧運結束之後呢 再跟各位說明 那我也會在這邊呢 等待詹家他們的發文 有什麼最新的進展呢 我會把它整理成影片 發布給大家 所以你如果還沒訂閱的話呢 記得先來訂閱 那影片裡面的這三點呢 差不多就是大家討厭他們的 三個主要原因 那這集就先到這邊結束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下集見 掰掰